锦衣之下方外穿越篇63,路易双杀柳氏兄弟 首发2024年5月18日20点51分起个范儿 路易与层服暗中跟随着马车出了城门 远见着马车离开关道,向偏僻小路行去 路易冷恒一身,原来做足了功课 看来他与锦王的关系匪浅 只可惜他这是肺蛾扑火 大人,您是怎么知道唐明身份的 你还记得当日穆青到扬州之后的事吗 记得,穆青到达扬州之时 你与袁姑娘正被困暗示 我见到他时,还被他好一顿埋怨 说我下令锦衣卫将他门面 害得他这些天跟着急急地赶路 除了吃喝拉撒,难得见到光亮 眼睛都快不能输雾了 是啊,当初我只是考虑到若有万一 可让穆青扮作我的模样 即便让他开口说话 声音也不用刻意模仿 穆青甚是机敏,当日匆忙 你只是粗略交代了几句 他便配合的那般好,属实难得 大人,您这样问 难道是穆青与唐明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对,说起这个都是穆青的功劳 之前他被求于赵玉 唐明借送饭之机闯进赵玉种地 发现了他 当时穆青扮作玩世不恭的样子 暗地里却将唐明观察了个仔细 他说从唐明的眼神中判断出 唐明定是将他错认成了我 锦王在扬州收到讯息 再加上我掉落的玉佩认定我还活着 之后我命你传输金城锦衣卫 将穆青从赵玉中提出来送往扬州 穆青说路上还曾有人刺激截杀他们 截杀他们 穆青前几日找我探讨问题时 才与我提起此事的 他判断唐明身在赵玉 自然不方便与锦王直接通讯 他传出讯息后 一定有专人负责金城与锦王之间的联系 截杀他们的应该就是这些人 只有他们才能知晓赵玉的动向 这些人现在已经知道大人回来了 他们在暗 我们在明 如若他们想对大人不利 层服分析者突然冒了一身冷汗 大人 袁姑娘这里 我想办法派信得过的人来保护 我不能离开您的身边 费什么话 惊吓若有闪失 我饶路了你 可是 路易动了一眼层服 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听 可是 那就闭嘴 做好你的事 两人远远的跟着 过了一片崎岖山路 又过了一片密林 人就不见有何动静 层服有些急 大人 他不会暗中给袁姑娘和袁大娘 下了迷药吧 已惊吓得机敏 他应该早就发现了 车夫有问题 他身上带着前辈给的解药呢 已经过了两个下手的时机了 难道他在等什么 许是想等离京城再远一些 大人 马车加快速度了 路易 眼神示意了一下 两人不再说话 一提气 迅速跟了上去 又到了一处密林 马车停下了 路易与层服 脚尖点地 蹭 对一下先后跃到树上 路易听见 袁金夏与唐明的对话 心里暗暗称赞 不愧是我的惊吓 待看见唐明准备动手时 顺手拔出层服腰间的短剑 制了出去 这瓶短剑是层服入锦衣卫后 路易赠语的 剑锋极其锋利 路易见唐明人头落地 户地想起来什么 心里暗道 不好 若是被惊吓发现了 定不会让层服跟着路易 探出半个头 希望袁金夏考虑到袁大娘的安危 赶紧驾车离去 可事与愿违 小丫头到底是发现了短剑 路易只好叮嘱层服 交给你了说吧 转身纵叶 眨眼功夫身影便消失了 层服轻叹了一声 大人啊大人 您就专门剪难题 让我做耳听的袁金夏呼唤 层服自知藏不下去了 只好陷了身 穿过这片密铃便离城门不远了 路易刚进密铃便觉察到树上有人 便故意放慢了身形 缓步向前 不一会儿听得纵月之声 落地之后立刻传来沙沙沙 细碎轻微又急切的脚步声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路易微微一笑 站定身形 朗声说道 两位出来吧 哈哈 不愧是锦衣卫指挥使 只可惜你听得出又怎样 今日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路易定惊叹 眼前两人不仅一张脸伸得一模一样 身材也伸得一般魁梧 一个左手执刀 一个右手执刀 已经摆好了招式 路易笑道 原来是双生兄弟 若不是同事出现 再别出现了 还真是难以辨别 少说废话 路易 你是选择自己了断 还是等我兄弟砍了你的脑袋 路易脸上人挂着笑容 说道 听声音倒是极易辨别 你什么意思 后说话的人用刀指了指路易 先前发生的应该是这位 路易向他旁边医指 虽然你们的声音也极相似 但语气却截然不同 他还好 虽然问声问气 却忠气十足 你吗 就稍嫌笨拙 粗鲁了些 你说谁粗鲁 说谁笨呢 那男子急了眼 挺了刀就要冲上来 旁边的男子赶紧拉住 低声道 老二 莫急 路易功夫不错 莫轻敌说罢 两人重新摆好了招式 路易哈哈大笑两声 据说柳石双刀在江湖上 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静也做了他人的犬牙柳石兄弟 大吃一惊 刘老二收了招式 转头问道 刘老大 是你刚才泄露了我们的姓名 刘老大去急 啪给了刘老二一下 你刚才听见我说了吗 没听见 那他怎么知道的 刘老大不理会刘老二 问道 路易 你如何识得我们 查闻当年柳家补子的 大当家柳顺天 发明了一种刀法 命名曰 勾魂双刀 柯左右手 同时使出不同的招数 招式变换莫测 一时间传遍江湖 前去挑战的人无数 但皆大败而归 柳家补子 从此便在江湖上 有了名望 柳顺天为人 还算是仗义平和 所以这刀法的第一事 便用了开门迎客 足见谦卑之意 路易略顿了一下 看了看惊恶的两人 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只可惜柳顺天 后继之人愚笨 无法误得其中精髓 只得将此刀法拆解 分交给两人 有两人配合使用 无形中威力减了不少 你们刚刚摆出的招式 便是开门迎客 却因你二人身形粗鄙 这招式看着也就不那么文雅了 刘老二怒道 路易 你说便说 出言损我们做什么 我正要夸二位呢 路易又是一笑 双身胎使这套刀法 想必是心有灵犀 得心英手吧 刘老大强压怒火 问道 这些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江湖上知识 略有耳闻而已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 今日我们兄弟会取你性命啊 刘老大话音一落 向刘老二使了个眼色 两人刷的招式一变 齐齐向路易攻来 路易纵身一夜 躲过第一章 笑道 话还没说完就动手 死到临头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是啊 既然你们觉得我要死了 何不让我死的明白 柳家兄弟一听 对视一眼 双刀人就摆着招式 刘老大问道 你想知道什么 你们如何知道我要经过这里 自然是有人告诉我们的 不妨说出来吧 反正你们觉得 我也活不了太长时间了 刘老二嘴快 路易 你当个屁官何用 你的手下有个千户叫温斌 想不到他是我们的人吧 哈哈 刘老大没拦住 只好做吧 路易 现在你知晓了 拿命来吧 说吧 两人又使出了一招 拱向路易 路易一边接招 一边又问道 怎么不是唐明给你们传信 刘老二又是嘴快地说道 别提了 唐明那小子突然消失了 联系不上 我们只好启动了温斌 温斌还说了什么 路易只是闪避 并未出招攻击 他只说 你一大早便出城了 要一个时辰回来 我们判断 你一定会经过这片密林 便埋伏在这里 等你路易冷笑一声 原来早上暗中偷窥之人 是温斌 路易回想起早上发生的事 层夫早早便去了原家小院附近 暗中保护惊吓母女 路易却是晚了半个时辰出来 走到门口时发现有人暗中偷窥 便故意提高了声音 对守门的校尾说道 今日我要出趟城 大概一个时辰后回来 没有我的允许 今日锦衣为所有人等 不准随意外出 为者 重则八十大半 出了城后 路易才与层夫会合到一处 面对柳家兄弟 一招紧似一招的攻击 路易不再避让 拔出秀春刀 长笑一声 一把秀春刀捂得密不透风 煞事将柳家兄弟笼罩在刀印之下 不好 刘老大 这小子武功不差 刘老二伸手捂住腰 鲜血顺着手指缝滴滴塔塔掉下来 刘老大见刘老二伤得不轻 连连向路易攻了几招 只是失去了刘老二的配合 威力大减 一个不小心 腿上接接事实中了一刀 一个猎切栽倒在地 路易刀锋一指 冷笑道 大话说得不错 只可惜功夫差了些 柳家补子的脸面 让你兄弟二人丢尽了柳家兄弟 何时受过这等侮辱 双双大喊一声 挺刀扑向路易 路易刀锋向前一指 从刘老二前胸穿过 刷得拔出刀 再一招回眸望月 刘老大的脑袋 便嗖得一声飞了出去 尸体跟着倒地 血喷出了几张眼 路易将刀在两人身上抹了抹 擦去血迹 收刀入鞘 转身向城门方向走去 另一边 存浮驾车 载着眼镜下母女 刚进新龙县城 便碰到了一件麻烦事 竟然是 一件麻烦事 带了